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說的話就是關於拍AV 說男人對於事業有上進心是好事 能夠令另一半感到欣慰 不過最近台灣有一位女網民在討論區寫文 表示男朋友本來對於攝影行業是相當有興趣 還做過不少兼職 而近日終於找到第一份正職的工作 但是就是要拍AV 樓主就說一想到男朋友每一天工作 需要面對不同女生的裸體的時候 他感到是非常動悶 心肝仔矮矮矮矮矮 也擔心男朋友在AV產業內留得很久 會影響了價值觀 所以就發帖求助網民應該怎樣處理 就說如果不准他去 會不會好人自私呢 就說這一名台灣的女孩子 日前就在D卡的討論區發文 表示正在煩惱男朋友的新工作 樓主就解釋 男朋友本來對於拍攝有很濃厚的興趣 曾經做過不同的兼職 例如劇組、攝影助理等等 但是因為工作量多但人工少 發揮空間也相當有限的關係 很多時只是純粹幫人拍下別人想拍的東西 甚至乎只是做一個小助理做一下打雜 外於現實所限 他唯有就要找一份正職的工作 最近男朋友終於被人請了 有一份全職的工作 但是這一份全職的工作 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拍攝AV 令到他是猶疑不決 男朋友透露雖然是拍攝AV 但比他以往的工作有更多的創作空間 例如他可以幫忙想一下題材、企劃、 道戲、甚至分鏡都可以接觸到 還可以接觸到後製的工作 所以這一份工作是令到他男朋友 可以累積很多的拍攝經驗 亦都可以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劉主始終感到非常之憂心 拍AV這件事 他怕會影響到男朋友的事業發展 說工作上面也經常面對 女性裸體的性愛場面 他很怕男朋友會因為這個原因 而是慢慢學壞 男朋友的解釋就說 其實不是只有女生的 還有一群男人都是裸體的 這一份只是工來的 只是拍攝已經很累了 哪邊想這些無謂的事 男朋友又再說 這份工是可以參與很多不同的製作部分 很多機會學習、很多創作空間 加上人工又不錯 是一份相當之理想的工作 他還說拍攝這兩件事是相當開心 可以累積很多的經驗 這位劉主就說 表明是相信男朋友的人格 但是工作機會來說 這些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坦然始終都是放心不下的 所以就說要跟網民去求救 哎呀他看那麼多女啊 我也覺得很難受的 但是如果我這樣不讓他去 會不會很自私呢 那就異試了 OK 我們都說一下這件事 幾件特別啊 男朋友去拍鹹片 屌女老母臭屎 西人來 其實我也想做 屌女老母 又不叫 不過攝影的東西 我又不認識了 我想做AV男優 可不可以嗎 或者做執男 屌女老母 做些執 屌女老母正啊 想想想都好 還有些真人騷 看天天上班都挺有趣 還可以吵一份 如果做AV男優 還有錢收 吵你老母為藝術犧牲 多有趣 想想都開心 天天上班就是幫忙拍鹹片 最理想的工作 我消學時 寫的那些什麼 我的志願 是寫的那些消防員 律師 醫生太兇人 那些 你現在讓我再寫 你別吵了 醫生太兇人 我太你老母 我醫你老母 我要做AV男優 你老母 或者做執男 那怎麼辦 這個我的志願 AV男優 老師 還不吵了 問你死了沒有 老師 志願 AV男優 大家如果再有機會 寫這些作文 真的寫好 我一定寫AV男優 你老母 好醜 反正都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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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寫的那些太兇人 你老母 做不到 反正都是 你老母 寫AV男優 多有型 你想做什麼 我想做AV男優 嘩 精神這件事 今集講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